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给独生子女再添一个弟弟或妹妹往往都是爸爸妈妈的一厢情愿, 他们可能从不考虑独生子女的感受这步。 美国一个小女孩在第一次看到爸爸妈妈给自己添了一个小弟弟后, 那一脸的愁云说明了一切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10日报道近日, 一段有关一位女童首次看到新生弟弟的视频, 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视频中, 一位名叫艾拉的女童坐在沙发上妈妈将刚从医院接回家的儿子放进女儿的胳膊盖里, 满心欢喜地期盼姐姐能给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而得到的却是姐姐的无动欲忠, 妈妈轻声地不断提醒, 这是弟弟,亲她一下艾拉, 似乎明白了什么紧缩眉头满脸愁云, 偶尔邪迷了两眼弟弟, 随后又将目光对着爸爸的镜头眼里多了些怨气满满的前台词似乎在说, 好样鬼来和我多爱的我, 该咋办艾拉的爸爸乔丹杰里麦亚斯, 拍下了女儿首次看到弟弟时的样子, 并将视频发到网上他说, 这个视频太珍贵的一些育儿网站评论说, 其实, 艾拉的这种反应, 很正常兄弟姐妹中大一点的, 往往会做出一点出格的举动, 以引起父母的关注和呵护, 这是一种窃取父母之爱的方式, 因为他们觉得, 即使父母发脾气, 也比微乎是要好, 编辑王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схем点赞 订阅 转发 之后的em Jef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